之前你有看过千玺的作品吗? 有,《少年的你》一直在看,要偷看,我也偷看 真的啊? 听一句语语 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特别巧妙,因为吴京是我们大阵电影百话奖最佳男主角的获得者 之前荣获过这项荣誉,而千玺呢,今年刚刚荣获了我们大阵电影百话奖的最佳新人奖 所以真的是一对兄弟的作品 所以千玺也说通过《少年》那你特别高兴,收获了很高兴 黄头发哪个姑娘,你稍微往左边来点,行吗? 这是千玺的音乐歌吗? 我现在夺患了她 因为我听说在这部戏里边,我要狠狠地揍她一首 这个这么可爱的小孩,我怎么揍得下去手 插不去手,是吧? 千玺,你要表现让荣哥放心一下 其实千玺我们之前见面的时候已经游过 千玺已经对我很当做第一看了 很当第一看,她我很照顾我们 但是我听说千玺每一次拍戏,她都不仅自己练 还要带着全组的很多演员和她一起练,这种高强度准备好了吗? 没问题 其实千玺一直以来也关注了很多抗美人潮的故事 这一次也是出演这部《长津湖》 这场战役在你的心目当中是什么样的女人? 这场战役刚才凯克导演讲的,这是一场秘武之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